西城說是,沈西城,林康正,Baby,屯理論盡,天下大事,香港日是,昔日往事 第三節回來後,我很興奮,第二節,因為沒有了走廊,少了很多電習機會,有人唱歌,跟以前比,累積經驗沒那麼多 於是,出來沒那麼好,也不出奇,為什麼我特別興奮呢,因為沈大哥前幾天說這節會說一些驗聲 你最喜歡的那些,Baby,香港的驗聲有沒有特別欣賞的,或者看過的 我喜歡葉玉卿,覺得他很有女人的味道,就算是驗聲都不覺得,逐點說就不覺得他很便宜 即是不認,就是驗一,葉玉卿 沈大哥呢,沈大哥最喜歡哪個? 我呢,沒有所謂問,我看得多,你問我呢,怎樣很快就很難說 因為每個所謂驗聲都有每個驗聲本身的特質 有些是等於說,我們Baby說,首先驗,他都不便宜 有些是相反非常便宜,這些人又喜歡 其實有些男人又喜歡你便宜 看哪個角色而已,好像在我們的年代,即是70年代 就出現了一位很出領的驗聲,叫白小曼 白小曼死了時,只有19歲,自殺死了 為甚麼呢?他就在這個半島酒店喝咖啡 就被李漢祥覺到,哇,這個天生幽默 自己走過去就請他拍戲 那部戲叫聲色犬馬,男主角就是我們Michael Huy 就是許冠民,胡錦蓉張聰 這部戲拍完都未上話,白小曼自殺身亡 為甚麼要自殺身亡呢?因為白小曼是一個中美運血兒 這個中美運血兒,他私生活比較吵架 即是17歲的時候,菲律賓已經認識一個 一些盛大的華僑,搞在一起 因為他比較放蕩,生活放任性 就吃甚麼呢?吃LSD,搞到那個姓戴的老闆 就麻煩地飛了他,他又受到刺激 回到香港,就中的榴槤在灣仔,尖殺水的酒吧 就認識那些不等待的人,又滾油,又黑社會,又吃LSD 李漢祥也知道,希望直拍戲能夠挽救他 誰知道黑社會聽聞威脅他 手上有床上照片,有些人說有電影 當時已經拍床照片 有電影那些,幾多厘米就不是視頻 那些影帶 結果他抵受那種種種的壓迫刺激 就忽然死了,即是19歲 他死了,那套電影就很賣 他只是拍過一部電影,就過世了 他叫白小曼,從白小曼我想起另一個我見過的 叫陳寶蓮,陳寶蓮在2002年 在上海自己的家裏表現空中飛人 在20多樓跳下來死了 他還生了兒子,兒子很小 後來交給台灣的優戴者來養 現在十幾歲了,有一段時間想做電影圈 陳寶蓮和白小曼差不多,很漂亮 認識了一個台灣大父老的黃任忠 他好像身邊有很多等級的老師 但是第一等的就是契女 陳寶蓮不但契女是靈列的 第一名,就是皇后 即是黃任忠,黃大哥就很疼他 喜歡到他不得力,他什麼都給他 但是我們這個寶蓮有時不生壽又不吃 又喜歡跟那些年輕人玩,又喜歡吃 搞到黃大哥很無好人喜歡趕他出去 他跪在黃大哥的家門口,他這樣 就受人之變,帶了肚子,帶了肚子去上海 他上不開,生了個小孩就跳樓死了 他的遭遇就跟白小曼差不多 但是白小曼就不太會演戲 原來他是一句一句說來拍的,整句都記不到 因為可能LSD刺激了你,記憶 我們陳寶蓮好些,有些演技 但是非常之不聽話 為什麼我跟他有交往呢 就是當時我90年就主編這個Playboy中文版 有一位媒婆,黃婆介紹他想找一個艷星來我們Playboy拍封面 因為最初那個Playboy是京漢鄭大班做的 就買了給林健明 那時候有個賭,因為鄭雲雅都拍過我們的社真 所以如果你的艷照在我們Playboy登,你就登龍門 他說他叫我大哥的,他說我想介紹一個艷星給你 他說你應該幫幫他 他說上海人,你對上海人特別照顧 我說我都有些鄉親,沒所謂 誰呢?就是陳寶蓮 他就說了,談到手機 定幾天拍吧 找不到打人,呼籲人 還沒有手機 怎麼搞呢?有沒有打電話機 有 搞到過了時間就算了 找到他 跟這個黃婆說 聲音好像剛剛睡醒,在哪裡? 在西環綠晶酒店 上環 你知道綠晶酒店就是現在的太平洋酒店 以前叫綠晶 我知道他這個人已經控制不到自己 他答應了的人,不是遲到脫底 自己的人已經放蕩到這樣 後來黃仁宗,黃大哥其實喜歡他 上床五十次,沒有真正的關係 因為人家說黃大哥糖尿病很嚴重 根本做不到藍衛奸的事情 你抱著他 他呢 又難怪的 他就 青春貌美又不能夠說沒有男人 很難說 很難說 他29歲 他就過身 所以這兩個驗聲 給我印象很深 白小曼呢 我就沒見過 但為何白小曼呢 我有印象呢 因為白小曼死了 李漢祥繼續拍風月電影 我買了 他拍了三個視片 剛剛我去他的家玩 他就叫我 你上來看 誰可以 我一指其中 這個就是余沙里 余沙里 即是很坎坷 我寫了一篇 《桑桑余沙里寨》 他就說這個好 結果馬上用了余沙里 但當時是怎樣視片 他拍了那些視鏡 試鏡 有沒有穿三蟒 有 有錢來看 我看了三個 這個挺好 這個就是余沙里 原來余沙里很厲害 他老爸將軍余程萬 常得大戰 這就是余程萬後來 被人射死了 當時有些人是劫殺 有些人是國民黨暗殺 有些人是黑社會 看中他的二老婆 究竟是怎樣的 要打電話問余程萬將軍才知道 但問題總之他被人降低了 死了 後來他嫁給了大國二十年的佔心 人家說他的文章 根據吳思源說 他們一去志願冊 出了門吵架便離婚了 一志願冊便離婚了 是呀 很快 詩源告訴我 他這個人是浪漫派 沒有所謂 生活上比較隨便 到最後就成身爛了 他就說敏感 有些人說不知道是否性病 沒有人知道 到早十幾年 就試過在德記入街 又試過在南衛科 買地攤 又試過在巴特辛街後巷 撈垃圾 即是坎荷 很坎荷 現在怎樣就不知道 好像驗聲的結局 都在哪街上 驗聲的結局最好就是你的偶像 你說八十億 就八十億 就八十億日幣 都不得了 八十億日幣都不得了 八十億日幣都不得了 你知道嗎 一億日幣現在七百萬 八十億多少錢 都非常好 但問題就是最好的 驗聲下著 邱淑貞也不錯 多多多也好 溫碧霞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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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他們那麼好 過得去 起碼不堪摩 堪摩就多了 陳平有沒有聽過 陳平是邵氏 這位驗聲 肥肥的 像楊貴妃一樣 拍很多東西 賺很多錢 是怎樣 染了賭人去澳門 去輸死 輸死了 老了 回到台灣 去牛肉場 跳脫衣服 接著我聽別人說 我不敢求證 就不好意思 台灣都走到新加坡 就開一個這樣的酒店 認出錯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可以證實 但是說到陳平 因為我小時候 不太知道什麼驗聲 老一輩子 你只知道是女人 對 都未必拍攝 新加坡才是驗聲 是 裸露一點 對 古人已經是驗聲 金飛也可以驗聲 他一指 他電視有一個演員 已經是甘草 他以前都驗聲 我一看 他都驗聲就是夏萍 你錯了 夏萍不是驗聲 夏萍是比較豐騷的角色 夏萍年輕很美 是不是 夏萍的花名 夏萍姐是很豪爽的人 叫做老家萍 你不要說夏萍有女人味 現在老了 你不要笑他 真的想不到 夏萍姐姐以前的花名 身材呢 挺好的 你問一下夏萍姐叫做老家萍 她為什麼呢 她很大顆 而且她是有味道的 不是驗聲 翌日呢 你在電視看到 有一部電視 金木雙嬌 是 莫康時導演的 胡鋒 林鳳 夏萍主演 你看一下夏萍姐 是不錯的 不是壞的 你不要笑 但是有些人很奇怪 老得老的就變了樣子 是 有些人還認到樣子 有些人直接的樣子都認不到 真的 奇怪 好像是夏萍姐姐 現在只認不到她的樣子 就是 TVB的林奇恩 是 所以你又不要笑 阿平 還有幾個的 很風騷的 丁沛 是丁沛 丁沛 丁沛又不是露台 丁沛呢 就是因為我們 李小龍哥哥 響曬朵 有誰不知道 丁沛 丁沛 丁沛現在呢 就好像信佛 生活都過得去 因為我聽聞她丈夫 前夫 華強哥哥 都每個月 有生活費給她 都有誠有義 不是 這個呢 向時家族 她的兒子 都對太太有誠有義 有照顧她 所以她生活不成問題 知不 丁沛 當然 比起葉玉卿 丘淑貞 當然沒有那麼好 甚至比起溫碧牙也沒有那麼好 但她也叫做安樂 有些真的 喂 一早就死了 好像米蘭那樣自殺 杜娟 就跟那個女人 一起同性戀死了 又是自殺 很多很慘 好像我記得前幾年 除了人們買的 是余沙尼慘 做麥當勞就是 鄭燕麗 鄭燕麗那些人不算是慘 起碼做麥當勞 她又是為什麼呢 人呢 你過得到自己 有些人過不了自己 那余沙尼也過得到自己 一會兒問 你是不是拍攝 對呀 我拍攝 我叫余沙尼她認 她過得到自己 你覺得她撐我 她不覺得自己撐我 她不會覺得自己很慘 我過得到自己 自己覺得負責 那我向她尊重追悲 你自己死 當然也要撐飯 過去呢 在那裡拿名 不是呀 余沙尼也好 你問余沙尼 對呀 余沙尼是拍電影的 不要試一下 她不覺得什麼 我朋友撞到她 你不要啊 我給錢 她不要 她要知識其力 好東西的 余沙尼有骨氣 你不要因為人家 你落爛 就看少人家 她是有骨氣 這個人是有骨氣的 慘當然了 陳平就慘了 陳平就慘了 是不是 李清也慘了 李清姐姐也是賭 賭到邵逸夫 邵老闆也不敢看她了 現在不知道 有些人就說 李清姐姐是住劏房 真的不是呀 大佬 我聽人說而已 哇哇影后 是吧 亞洲澳 挺慘 有很多很慘的 好像丹娜 長髮姑娘 現在又不知道去哪 是丹娜 好像劉瓦英 是吧 陳慧英 不知道去哪 我們不知道 又沒有人聽 或者嫁了老公 嫁了老公 嫁了老公 就還好 有些很慘很慘 你不知道 好像我們舉例 古惠珍有沒有聽過 古惠珍 一世人 好像做了人媒 古惠珍 大家庭 不催 她自己喜歡了一個 我電視台的凱琳菲 南偉瑜 喜歡一個男人 一生人為一個男人 搞到自己這樣 甚至自己做艷星 脫衣拍照也可以 那個男人叫她做 不是她自己 她愛這個男人 我覺得很奇怪 但我覺得 Joyce谷這個人不錯 又不是那麼差 真的不是那麼差 就是這個 你認識的 叫什麼 是 迪娜 是的 迪娜 迪娜 結果很好 威震 做航天工程 是嗎 女強人 她是 她又怎樣 奇人 這個男主角 又叫中華 又叫中華 好像派大軍閥 是吧 大軍閥 中華 她又怎樣 其實她不高 因為只是勝在 空前偉大 因為那時候的人 空前偉大 很少 很少 所以物以罕來 但現在看起來很厲害 她是怎樣 就是矮 但是她是 膠製手腕 非常之靈 所以迷死了她的劉家傑 這個就是陳厚 這個就是陳厚 所以說 在那年代 迪娜是最紅的油蜜 肉蛋 不是艷色 是肉蛋 迪娜還有一個 不知道 叫陳青 陳青 很厲害 又是空前偉大 高頭大馬 高大 高大哥 這個 迪娜 迪娜 迪娜很怪 她的女兒後來 變成男子 你見不見 是 是 做了男子 迪娜有一段故事 很過癮 迪娜後來 想洗脫五星之名 粉紅讀書 讀書 主持電視台節目 拋書包 他叫老舍 有否聽過 作家 原名是成舍我 笑得 每個人都在那裡 他不知道老舍 和成舍我 是兩個人 老舍是作家 成舍我 報人 也不同 老舍的真名叫 舒慶春 是奇牙佬 成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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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烏龍 被人笑 他包書包 但他後來很發奮 讀書 所以他做的節目 很有文化 是 人是誰無錯 又不值得笑 那些菜菜可以改 對嗎 後來他一直 弄得很樸素 聽說他認識了 內地的高官 搭了門路 製造這些 在外國的關係 引入那些航天 對國家有貢 所以迪娜有時候 破了產 就起了 只有迪娜 後來不拍戲 所以不拍戲 他最好多人 七禽七仲 七色狼 林康正 七禽七仲 七色狼 都翻牌 但沒有那些好看 那些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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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人 一說 都是敵難 可否說他算洗底 是最成功 當然 現在也有兩個 被人覺得洗底 都算成功 例如剛剛 和馮德良結婚的暑期 或者他老公 好像生意不太好 說真的 說真的 如果說暴露的程度 輸期是最小的 是啊 如果你在網上看過 時間 不過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有 下期 下次再說 好嗎 拜拜 拜拜 是啊 今天我小學哥 和大家說說台灣東西 去到台灣當然是吃台灣的香腸 什麼牌子的香腸最好吃 當然是黑橋牌 現在黑橋牌的產品 在MIHK網站買得到 除了原味的黑豬肉香腸之外 還有飛魚卵香腸 異色香草麥魚香腸 還有豬肉酥 和一系列不同口味的脆片豬肉乾 好像芝麻原味 櫻花蝦味和海苔味 乾燥家中 探著啤酒 就可以吃到這麼有風味的台灣東西了 現在買兩包黑橋牌香腸 立刻送你一包綠竹筍 外滿500元的黑橋牌產品 除了送你一包綠竹筍之外 還送你一個鐵烤盤 連隔熱木展 快點來MIHK網站買吧 西城雪市 逢星期五晚上八點至九點 MIHK生活台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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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